又是这个小区 周末马上就open house了 准备了糕点什么的 欢迎这个小区的邻居过来看 另外呢 欢迎所有人过来看 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staging 现在的这种家具 特别适合家具使用 特别有意思一点 你看见的所有的这些家具 我们都可以打包 给你送到家 你看这边 这是一层在底下 它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旁边就是一个full bus洗手间 可以做书房客房 它是挺要实的 你看这种家具 可以打包送到你家 这种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书桌 上面都有插座 USB的接口 并排的双车库 它底下就是一个full bus 有洗手盆 然后它有淋浴 跑的地方是说 这一个洗手间 可以直接给旁边就使用了 单独住在底下 这一层就是一个房间 一个洗手间 还有家人一个车库 所以单独使用 然后从这上楼 门口也挺宽敞的 这个楼梯不对着门 对着门的风水 不是特别好 所以是拐上来的 两千多尺 在这边算是一个大户群了 你如果一进来就看见 这是一个特别开阔的 一个客厅 可以就坐在这 这个家具也是比较现代的 来参观 打包带走家具 可以给你打包一套 拿走 这边一个空间是正好一个餐桌 好处是说餐桌正好对着这个大倒台 在这边也可以放几把椅子吃饭 在这边做完饭以后 菜直接从这传过来 就很方便了 在这边做饭可以整体看到全屋的空间 整个一家子属于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一个环境 整个这个厨房它不显着急 一步 两步 三步 这边有三步大的空间 然后前后也有三步大的空间 两三个人同时在里面也不觉得急 最主要的是它的整个一个分布 你看水池跟火炉隔着就比较远 所以相互之间并不太影响 二层还有半个洗手间 是给客人用的 从那儿就上三楼 三楼就全部都是卧室 这个主卧的面积还是不小的 层高也有九尺高 而且它的整个放床 看放在这儿 然后左边是窗 右边洗手间 前面可以有一面石墙 可以放个电视什么的 还有这些家具 打包带走的家具 配上也挺好看 你看这种 我觉得挺好的 这种毛绒的垫子 就有点像那种绵羊的羊毛 然后在这儿 可以坐在上面摇一摇 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暖和 我还第一次见到 有这种毛绒的这种椅垫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遥控器 你看被遥控这个窗帘 比如说我按一下 这个窗帘可以自动调光的 为什么呢 因为离着太远 如果你去拉它 根本就拉不到 所以需要一个遥控器 这个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整套的洗手间 Top跟淋浴两边都有 可以走进来的衣橱 能放很多的衣服 这个房间最大亮点 就是朝向特别好 这边朝东南 早上起来有阳光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还是有阳光 所以再配上亮堂的房间呢 就要配这种深色的一个家具 因为很亮 白色跟深色 这样就有一个反差 所以用起来就比较好看 但这种柜子呢 也是比较新颖的 它底下可以有抽屉 然后这可以放一些东西 这上面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是那种比较传统的 但是又有点 现代风格的 这种神心的设计 打包带走 这个房间啊 是村也比一般的房间要大 你看两个房头柜 然后旁边还有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这个中间有一张大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住在这边呢 就显得特别的宽敞 这是洗衣房 正好在这个过道的地方 不碍事 这个洗手间也是2007年建房的时候就有了 你看还是挺新的 这种柜子 深浅搭配 颜色还是对比明显 你经常做好多的open house 然后这些staging都是我们布置上的 很多来看房子的人说 你这个家具要不要卖啊 我说家具不能卖 你卖了我们就没东西买了 这次呢 特别给大家准备了 很好的这些家具 你看这些家具放在家具里面 特别的协调跟温馨 那这些家具呢 我们找厂家去要了最低的价格 能给到你 所以欢迎来我们的open house 不仅是看房子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现代的家具 可以打包带走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